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我们叫可见光 它很窄 它只能看到400到700奈米的波长 这个我们叫可见光 可是呢 遥测的卫星它装的那一个感测器 它可以看到我们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最常见到的呢 我们就叫做多光谱 多光谱的意思就是它有很多个波段 常见的多光谱的频道大概就是我们人的眼睛看得到的 蓝光 绿光 红光 然后加一个红外光 尤其是近红外光 地物对太阳光的光谱反射 提供我们辨识不同地物的机会 多光谱影像应增加红外光的范围 利于直升的判施 比如说植物 我们平常看到的植物是绿色的 是因为在我们可见光里面 健康的植物对绿色反应最强 可是植物啊 真正反应很强很强的 是在红外线 所以如果观测植物的时候 用红外线其实是非常好的 目前多光谱影像广泛运用在国土使用变迁 灾害观测 农业资源调查 但因多光谱的波段数目少 能提供的资讯相对较缺乏 国际上光学卫星依照可看到的波长 波段数不同 还可进而分成高光谱卫星 那所谓高光谱就是在切很多波段 切到100个波段 每一个光谱我们就是一个影像 每一个代表是不同颜色的反射的能量 高光谱就是变成有100多层的意思 那比如说我们多光谱 顶多大概分水体 螺陆地 螺陆地有很多种形态 比如说有些是崩塌地 有些是都市地 或农业区 大概这些在用多光谱都可以分得蛮好的 所谓高光谱就希望再把它分析一点 比如说不同作物 甚至是不同的生长期 不同的季节的影像 高光谱应含有更丰富的光谱资讯 以前利用多光谱影像无法辨识的地物 现在可以利用高光谱影像来解决 像以前我们就曾经利用这种高光谱的卫星影像 去监测像银河欢这种外来的这种植物 高光谱的资料它有非常细微的 而且完整的光谱资讯 即使同样是植物 它可能在某一些地方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找出来 但也有学者认为 高光谱所含的资讯量太大 透过提升影像的解析度 更能精准获得所需资讯 以台湾而言最长期在做的就是隧道的分辨 大概都用航照在做 那航照用的就是比较高的解析度 我们用纹理可以达到分辨率高达90%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高解析卫星影像是将来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诉求 因为全世界现在最多的卫星就是高解析 尤其是摇测方向 高解析卫星影像是目前的主流 农委会运用图资打造不出门 也能远距精准掌握农作情报的技能 但华将近1000万购买中国卫星投资的正当性仍有所争议